最近经济学出了一个新名词 叫做风险对冲 大部分的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请看下面这个故事 有一位老太太背着一个大包包 进了银行 扬言要存50万美金 银行的总裁在VIP室亲自接见了她 总裁问道 您老这是您的一生的积蓄吗 老太太说 哪里 我就是喜欢好赌 而且逢赌必赢 这些都是我刚赢到的钱 总裁说不可能吧 老太太说 你不信就跟我赌一把吧 明天早上 你的屁股上 就会长出一个三角形的胎记 这个赌注呢 就是现在桌上这50万现金 总裁听了之后 下不了决心 忘了这一袋现钞 觉得放弃又很可惜 于是决定愿意一起赌赌看 老太太走了之后 总裁回到家里 站在镜子前面 脱了裤子 检查了 又检查 确定自己屁股上没有任何胎记 直到第二天 约定的时间 总裁就来到了 VIP室 老太太早已经就到了 而且她的身旁 还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 老太太说道 今天我们有律师坐证 来检查你的屁股 总裁说 我真的没有任何胎记 所以更不可能有什么三角形的胎记了 随后就脱下裤子 让他们检查屁股 老太太看了一看 说道 嗯 果然没有 这回我可是输了 只见这时候 律师脸色铁青 不停的以头撞墙 律师愤恨的说道 唉 他刚才跟我打赌 150万美金 他说他可以让一个银行的总裁 当面脱裤子 让他检查屁股 这就是风险对冲的意义 我们哪 做人 要懂得做一个 懂经济学的 而且聪明的老人 女朋友问男朋友说道 谈恋爱的条件是什么呢 男朋友想了一会儿说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女朋友听了之后说 废话 男朋友答道 没错 还需要一堆废话 我坐在公交车上 听到几位大妈们 正在讨论一个议题 说一个家庭 该不该生二胎 其中一位说道 唉 现在经济负担重啊 如果生了二胎 不好养啊 只听另外一个大妈 立刻反驳道 不生二胎不行啊 你看看 吴大郎 他死了之后 如果没有武松 替他报仇 他怎么办呢 三母去扫墓 并且献完花 站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注意到旁边 墓碑的前面 跪着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好像特别的悲痛 他一直说到 同样的一句话 唉 你为什么要死 你为什么要死啊 于是三母出于同情心 就走到她的身边说 先生 我不是想打扰您 不过对过去的人 还这么悲痛 这我还是很少见的 请问这里埋的是 您的什么亲人啊 是您的父亲吗 还是您的儿子 这位男子听到之后 调整了一下情绪 然后哽咽地说道 是我妻子的前任丈夫啊 做太太的在家里无聊 于是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丈夫 不过她故意改变自己的声音 问道 你猜我是谁 丈夫一听 立刻兴奋起来 说道 我的好妹妹 你是XX夜总会的莉莉吧 做太太的一听大怒 恢复自己原来的声音 说道 谁是你的莉莉 丈夫一听 吓了一大跳 连忙切换自己的声调 说道 你猜我是谁 通常情况之下 我并不支持让老公做家务 不是因为我心疼他 主要是因为太过繁琐 举个例 比如我跟他说 老公请你去把葡萄洗一下 他会先问 要洗多少 需不需要先泡一下水 然后又再问 要用清洁剂来洗吗 最后又问 你说的绿色纳瓶用完了 家里有新的清洁剂吗 当我已经快受不了的时候 他居然还问 葡萄放在哪儿啊 这一天 妈妈非常生气 对正在调皮的小明说道 哎呀 你这孩子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小明看着妈妈一眼 说道 妈 我知道天有多高 妈妈愣了一会儿说 你怎么知道天有多高 小明说天有两个屁股高 因为我每次翘屁股的时候 爸爸都说 我的屁股翘得半天高 有一位长得很丑的小姐 和一位和尚 一起坐船 要渡河 和尚在无意之间 看了丑女一眼 这位丑女立刻大发脾气 骂道 大胆秃头 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偷看娘家妇女吗 和尚一听 吓得赶忙把眼睛给闭上 丑女一见 更生气了 就骂道 你偷看我不算 现在居然把眼睛闭上 难道你在心里想我吗 和尚一听 哇 简直无法跟他讲道理 就干脆把脸偏到一边 不看也不听 丑女一见和尚转过头去 这回她真是火冒山葬 于是大声骂道 你难道心里有鬼 是不是没有脸见我 刚才你是不是在心里想我 可见你心里有鬼呀 两条牛在草场上吃草 一条是青牛 一条是黑牛 青牛喊道 嘿老黑呀 你那边的草 好不好吃 是什么味道呀 黑牛回答道 草莓味 青牛一听非常高兴 立刻挤得过来 来让我也吃一口 他才吃了一口 就愤怒地喊道 你骗我呀 老黑 这里的草 怎么会是草莓味呢 黑牛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没骗你啊 我是说草莓味 这里的草没有味道 有一位大龄未婚的男士 不停地向他身边的朋友抱怨 说他所见过的姑娘们都不理想 他们都太瘦啦 太傻啦 太轻浮啦 太沉默啦 或者太爱干净啦 太好辩论啦 总之就是这个不好 那个也不行 再下一个嘛 还是不理想 有一天啊 他居然宣布 哇 他找到了一个 也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最完美的女人 当他宣布这一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 他的朋友却发觉 他的盼望终于来了 可是怎么他宣布消息的时候 不太高兴啊 于是有人问他 怎么啦 别人问他 你不是找到这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了吗 那个大宁男子说道 是的呀 唉 他承认 可是他也正在找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啊 我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 他的新娘子在婚礼上拿出一个小瓶子 并且非常深情地对他说道 老公 我这个小瓶子是用来装眼泪的 以后啊 你只要惹我生气 惹我哭 我就把我的眼泪存在这个小瓶子里 等到哪一天 你如果真的把我惹火了 我也发觉这个瓶子里面的眼泪快装满了 那么我就死心了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跟你离婚 可是啊 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 我的老朋友终于忍不住了 他有一天就把这小瓶子给偷了出来 然后往里面灌了两满瓢的水 再偷偷地把瓶子给放了回去 他还兴高采烈地跟我说 以后或许有好日子过啦 可是没多久就被他太太给发现了 还被他太太狠狠地揍了一顿 有一个大叔 因为偷苹果被抓个正着 并且要在监牢里关一个月 大叔愤怒地对警察说道 至于吗 我不过就偷了十个苹果 为什么要关一个月呢 警察平静地说道 你可曾听说 以前有一只猴子 只因为偷了一只桃子 就必须被关五百年 难道你忘了吗 非常谢谢您的观看 请点赞 分享 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